各位早晨了,很高兴了一次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基督徒与公民责任与权利 今天讲到第三讲基督徒的公民责任与权利 我再讲一次,为什么用责任与权利呢? 因为其实这两件事都是同时进行的 就是你做了一件事,你又是尽了你的责任,也都拿了你的权利的 所以有时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做一件事,是为了做一件事 很多时候做了一件事,带来会有多连串的效果 所以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投票,我们参选,我们发表意见 其实往往又是你的权利,又是你的义务 好,我们开始这一堂之前,我们先来到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教会的主 你主宰教会的方向,也都主将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 作为一个肢体的方向 为了这样的原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传着谦卑的心 来等候你给我们的指教 让我们有谦卑,让我们有学习,让我们知道 既然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世上的炎和光 我们就不会抽离于世界 我们在世界事务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角色,不需要被语,不需要批评 都是传着谦卑的心,来做好主给我们的使命和吩咐 我们来到今天最后这一讲,讲到基督徒的公民责任和我们的权利的时候 求主你继续让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有这个学习 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知道如何为主而活 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革命 阿们 今天最后一讲,讲个敏感一点的话题就是基督徒的政治观 一讲到政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区层次里面 就有不同的社区政治 例如我举个例子,在加拿大来讲我们讲的三级政府 联邦政府,省政府,还有市政府 市政府管市政,省政府管省的事务,然后联邦政府管全国 只是这样讲而已,但有些时候那条线是会动上动下而左而右的 所以有些时候,未来自选大家就会有很头痛的事情 因为你要选四个层次的候选人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市长 很不幸地,也很幸运地,暂时不能选择只有一个候选人 和多伦多有几十个不同 我们万岂市只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是现任的市长 你觉得他做得好也好,你觉得他做得不好也好,你只有一个选择 你就是不选择 不选择他也赢,你选择他也赢 所以真的很遗憾 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叫做区域议员regional counselor regional counselor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区域议员 譬如万岂市,我们会有四个regional counselor的位置 它就是横跨了这么多个不同的博士 现在不知道有八个还是十个候选人在这里 那你就慢慢选择了 regional counselor就好像市的联邦政府那样 联邦政府不是看了全国这么多的省吗 regional counselor就是看了全市这么多的博士 他就好像一个overseer 所以你一选择就不是选择 最多可以选择四个 一选择就选择四个 因为有四个的区域议员 叫regional counselor of York Region in Markham 然后每一个博士 我们再选一个市议员 三级政府,省长,regional counselor, board counselor 接着就是选择教育委员 其实教育委员就不是under指的 如果大家留意的时候 你会觉得如果按这个结构来说 教育委员是属于省政府的 是under政府省政府的教育厅的 但是为什么他又跟着这个市选呢 我想说其中一个历史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些省政府 幸运不幸运 就是两年到三年可能被人推倒 一旦推倒了就要整个位 那学校不能经常被人整个位 所以在这个市选是很稳定的 因为政府是不会被人推倒的 一定是做四年的了 所以教育委员这个层次 就将它放在市选同时进行 不过是属于省级的 是不是很复杂呢 不要紧要 听不明白就算了 我尽管说了 所以这次来的市选 我们就有几层不同的人要去选了 有些弟兄姐妹问应该怎么选 大家都知道了 教会呢 我说过了 教会是一个政府登记的慈善团体 不是在宪法 而是在税务上面 听清楚了 不是宪法 所以教会剔筷不是犯法的 是不是 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很可笑的一个说法 就是有一个宣教组织在加拿大登记 登记了先 因为加拿大登记有两个步骤的 先要在省登记做一个非谋利组织 然后再向联邦去登记 那个所谓慈善组织 有什么分别呢 不谋利就是不谋利的意思 他就不可以发退税收据 但是如果是慈善团体 就可以发退税收据 这个就是 是不是有点稳稳的感觉 因为我两样都做过 所以就希望大家了解 那么 那个宣教组织 就已经向省府申请了 那个 非谋利组织 但是 要申请成为一个 慈善团体 是需要一个 可以很漫长 也可以很浓缩 由 六个月到六年不等的 申请过程 所以就很依靠你的材料 你的资料 你的律师帮不帮你做事等等 那次的笑话就是什么呢 那个宣教组织 已经登记 非谋利组织 很简单 两个人都可以登记 然后你要申请 他就要查你三代 看看你是否恐怖组织 其中一个就是 所以呢 在申请过程中 教会就开大会了 那我们是否支持这个宣教组织 那很有多心 哇这个是不合法的 这个宣教组织 不合法 不是不合法 不要搞错 他只不过是 未曾成功申请成为 一个慈善机构而已 如果不合法 就全部被抓捕了 明白吗 所以呢 我们要搞清楚 不合法 和在不同的status 是不同的 不同的位置 所以呢 譬如说教会 可不可以拿筷子 可以 只要我们 如果我们就向税务局 承认了我们的 carrity organization 那个 即是在加拿大法律来说 承认了我们的慈善机构 你就说什么都可以 明白吗 所以呢 教会是 不可以参政 按宪法 不是 只是按税务而已 明白吗 所以教会 去表达立场 不是犯法 不过呢 就会 触犯了这个税 那些律师说话很小心 就是 可能会触犯税务条例 就是可能 为什么叫可能 因为呢 就算我自己去上那些税务条例的课 我去问那些导师 我说在选拟的过程里面 如果做了一些这样做法 又怎样 那你就知道 人不做事就没有问题 好像大家听完了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那就散了 是不是 但是当大家想做那样东西 一不做就很好的 一做就很多问题 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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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菜讲什么呢 讲锅气 是吧 讲很多东西 我不懂炒菜那些又不会问 是不是 我就坐在那里又好吃就吃 是不是 你炒菜那些就可以很多学问 用什么锅呢 不秀锅锅 用什么义结锅 什么锅 是吧 总之就不要大锅就可以了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说呢 他说呢 我们去了解到原来呢 有些东西呢 我问到个选举事务署 他说你不要问我 你问你个计划 他说我答你不到 他选举事务署 是专家来的啦 他说他答我不到的 有很多经验 是不是 那然后呢 不知道大家呢 有没有是做self employ的 有没有被人查过数 我认识有些朋友 弟兄姊妹呢 他跟我分享一些经验 他说呢 其实你不用怕他查你的数 是random 不是因为觉得你有问题 他random查的 我认识有些弟兄姊妹 都被人查过数 他说呢 那个税务专家上来查数 怎么查的呢 不是就这样 两手拼拼上来的 他一来到 放下一本laptop 接着呢 放下两本电话簿 禁后的例书 他已经是专家来的啦 OK 他是专家 他是查数的专家来的 他拿两本禁后的例书 每一张看完你的单子之后 接着呢 就去揭揭揭电话簿 看看你有没有捉拼 他是专家都要揭电话簿 揭揭那本例书 那你跟我当然不是三言两语 说得完 是不是 所以呢 整件事里面 所以那些律师就很小心说话 你可能不会触犯 可能不会触犯 可能不会触犯 有点像撒旦魔鬼和娜娜说话 是不是 不一定死 是不是 不一定死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我们参与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一大堆 其实都是在说一样什么呢 就是在说基督徒应该 做什么政治立场呢 这样 其实在选举的时候 就很容易了 最近区域已经邀请所有的 市选的候选人 交了他们的有关选举的资料 他的个人历史 那些资料 都给了他们了 我也在上网上 已经看到很多候选人的资料 如果到了今时今日 连区域问你 喂 你给我一些资料 他都不给那个呢 你都差不多不用选他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很简单 是不是 这个已经在第一步 你已经花了一笔 是不是 就是区域邀请你 喂 写几个字 这样 然后迟些 罗渣士公司 其实他又请所有候选人 上去电视台 录影一段两分钟 淫理说 说两分钟 如果你在那里又看不到呢 那些都是不用选的 对不对 我现在没有帮助的 是不是 这是普通的 就是作为一个民选的议员 都不扑头 那怎么选你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些方面 这些基本的原则 希望大家就可以去留心 所以呢 但是好了 那如果那些全部都扑头了 市选呢 就有个特别 很多时候有些人就问 市选哪个党的 那好像第一课已经说过了 加拿大的市选是没有党派的 和香港的区议会不同 香港区议会都有党派的 是不是 加拿大的市选是没有党派的 你可以同一个党三五七个人出来选的 但是呢 省选和联邦选就不同了 省选和联邦选就一定要在党里面施杀一轮 杀剩那个 就提名出来 然后代表那个党在那区里面出选的 所以呢 到你说要在省选或者联邦选举的时候 就很平铺席了 你都差不多不用看候选人的政綱 你看他什么色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 好了 我作为基督徒 应该选什么色呢 选红色 黄色 橙色 绿色 还是不色呢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我再说一次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是谈左呢 还是谈右呢 如果我住在美国 我选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 我在台湾 我选民进党 还是选国民党呢 是不是 我在香港 究竟选民协呢 还是选民建联呢 都是文字行头 那来到加拿大 选什么党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虽然有些人觉得 当然选什么党 但其实不是的 我发觉很多基督徒 都是选五颜六色的 那我们究竟 用什么来到去断定 我们选什么党 叫做对呢 我上一次呢 第一和第二堂呢 都跟大家举了个例子 跟大家去研究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一个弟兄 两个弟兄 在同一个团契 甚至同一个小组里面 两个都很热心参与政治 两个都很认定 大家都是炎和光 然后呢 一个选反对党 一个选执政党 那这两个弟兄 应该怎样相处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一个不具体 可能就是在大家中间出现的 我们会明白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就出现了很多很有趣的情况 在笔记里面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政治立场应该是怎样呢 其实是一个原空的一个问题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圣经里面都会很表扬那些爱国的先知 在旧日里面 例如摩西 例如约书亚 例如大卫 这些都是爱国爱 不是爱党 是爱国爱民的政治领袖 我们千万 其实你不做那样东西 你没有留意到 你做那样东西你就会留意到 其实原来那些 在圣经里面很多出现的 例如如果你做厨师的话 你应该留意到 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关于食的场景 严格来说 就是由创世记 吃到启示录 有没有留意 由创世记 一有人之后 上帝第一样的应许就是 all you can eat 是吧 是吧 圆中一切所有的 又不吃 吃到启示录 吃到启示录 就是由创世记 吃到启示录 耶稣临走前 都门徒干什么 不是开祈祷会 开晚餐 是吧 开完晚餐之后 还跟门徒说 吃完这一餐 就等新的日子再吃 是吧 哇 圣经里面真的很讲究 吃得来 就是这样说 你发觉 你去研究的时候 其实 圣经里面有很多 subject 是在我们 手脂纳流走了 如果我们去深深地研究的话 比如说政治 圣经里面有很多政治人物 我刚才说摩西药书雅 大卫 但是圣经里面 都有一些叫什么 卖国求荣的圣徒 什么叫卖国求荣 他就不是出卖他自己的百姓 不过什么呢 他就服侍他那些所谓决户 敌人 但是你们服侍谁 巴比伦王 马代波斯 是吧 从严格来说 他是油奸 对不对 从某个程度 他没有害他自己的子民 不过他服侍对方 服侍忘了自己国的kingdom 是吧 除了弹以理之外还有哪个 还有以斯帖 以斯帖嫁了给谁 不是嫁了给大卫王 以斯帖嫁了给谁 嫁了给阿克徐老王 嫁了给波斯皇帝 是不是 他的叔叔 又是服侍马代波斯帝国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还有啊 还有尼希米呢 尼希米做哪个走政 不是大卫的后裔 是不是 那怎么办 但是这帮人呢 又在上帝的角度里面 亨昌有声 是不是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就发现到 其实在旧的角度里面 已经被我们看到 上帝没有党派 是不是 上帝没有党派 只要你敬畏上帝 你无论是站在国家那里 还是站在好像 不是反对自己的国家 是服侍你自己的敌人那里 但其实大家都留意到 但以你因为他这样的缘故 其实在上帝面前得到很多祝福 是不是 他也都将很多的启示 给他自己后来的子民知道 意思是 他不知不觉 好像是在服侍对方的皇帝 但结果自己的民族 就免了这个民族的灾往 是不是 同样 尼希米也是一样的 他因为 做走政 在皇面前得到皇的欢心 亦都因为这样皇才放你回去 你一言九鼎的皇 放不放你回去 是不是 旺中蚊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是不是 你回了去乡下 起城墙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即是很明显 你至少是一个 好得皇欢心的人 好忠心的人 是不是 那从某个角度来说 哇 这个奸的 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些什么 有奋裔党的 那些是什么 激进分子 虽然不是恐怖分子 是不是 都是激进 叫做奋裔党 你听到名字都闻了一匹 闻了一匹味 是不是 但是一方面有奋裔党 这个犹太民族主义者 爱国革命分子 但是里面还有一个 哪里 那是瑞利 瑞利是谁 瑞利是谁 马泰 是不是 写马泰呼声 那个马泰 又叫利美 他是什么人 瑞利 瑞利是什么 瑞利不只是收税 这么简单 大家都知道瑞利 在犹太人的眼里面 是卖国求荣的人 他代罗马政府 压制犹太人收税 大家听得翻 教会都知道 系统是怎么运作 是不是 系统就是 罗马政府就问 这群人收这么多 你喜欢收多少 我不管你 总之我后面顶住你 你收齐回来 我拿了个笔 你喜欢拿多少 你喜欢拿多少 所以那些瑞利才这么欺欺 犹太人争 你一方面 助纣为药 另一方面又中饱私 耶稣在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真是五湖四海说出来三山五岳 从证件、从实践 耶稣都收了他们做门徒 究竟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应该何去何重呢? 《差及记》第七章告诉我们 上帝说要叫他们认识到耶和华是神 唯有他,上帝是全地的主 上帝为何要击打哀求? 不是因为他是帝国主义 而是因为上帝要彰显他就是上帝 简单来说,我们无论加入什么党 其实我们可以加入五颜六色的党 我们成熟的话,记住要成熟 有些人 take it personal 没办法 是代表他不成熟 成熟的政治人物应该是怎样?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都在讲笑 在议会里剷得什么 外面离开了议会就揽头揽脚 一起去喝茶吃饭 有什么党、饭盒党、咖啡党 为什么可以做得到? 成熟和不吃就在这里看 Don't take it personal 虽然我和你的政见不一样 不代表我和你是仇人 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明白 我和你下棋,我是不是想赢你? 但我和你不是仇人 我和你踢球 我和你是不是仇人 不是 但我是不是想赢你? 是的 各位其主 我在这一队 就算我和你两兄弟 我又帮这一队 他又帮第二队 两兄弟帮不同的球队 那怎么样? 那两兄弟是不是仇人? 不是 那两兄弟是不是要赢对方? 是 这就是成熟 虽然大家的政见和实质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是各为其主 但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 因为我们相信 我相信 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他自己摆平衡的作用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明白 大家懂得走路 有没有人懂得走路 好 我现在向东面走 OK 那我是不是所有的手脚都摔向东面的? 如果当我所有手脚都摔向东面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四脚朝天 接着就向天 是不是? 所以 我一定是 左手 向前的时候 就右脚向前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走的? 是不是? 左手向前就右脚向前 右手向前就右脚向后 是不是? 就是这样一个人才能平衡 是不是? 如果不是会怎样? 就习惯了 是不是? 所以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一个教会也好 有不同意见是健康的 But don't take it personal 是不是? 有不同意见有什么不奇怪 你今早和下午的意见都可以不一样 你就是这一剎那里的意见都可以不一样 是不是? 虽然有人说一个人两条心 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是有些时候 就是 你可以回心转意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明白 一个人成熟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们需要控制的东西 其实是多于我们所知道的 参与在地上的事务也一样 我们看看若拿的时代 神都爱亚朔人 是不是? 为什么若拿要走投? 只有一个原因 他才知道 他根本就已经知道亚朔人要来望 以色列国 现在上帝叫我去差遣 差遣我去那里传福音 Are you kidding? 是不是? 你是不是开玩笑? 所以他就走 你要我去离离离 我去他师一个人 都可以向西 是不是? 原因就是这样 这里就说 让他们知道 这个其实上帝不太浪费 上帝是爱世人 所以耶稣说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要爱我们的敌人 很难知道你敌人 你有没有想清楚 敌人你都要爱 亲人更加要爱 是不是? 不要想爱敌人 就忘了爱亲人 有时候我们会绕安过程 对付你那个 就很懂他 很爱他 最亲的就不爱他 忽略他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上帝爱世人 他 take the side 就是一方面爱自己的子民 亦都爱那些侵略他子民的人 所以上帝都给予他们 所以上帝都给予他们 OK 当他们由上到下 披麻蒙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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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只是讲性取向 我们讲很多东西 现在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需要留心的就是 今天教会是一个什么群体 教会是一个封闭的开放式群体 说什么 封闭的意思是说有条件的 开放的意思是说愿意的人 愿意领这个条件的 都合条件 都是开放的 意思是什么 教会是一个封闭 是单单是荣扬那些愿意convert to God的人 但是只要你convert to God 所有人都来得 那个叫封闭的开放式 好像矛盾 但是其实是同并存的 只要你愿意 所以换句话说 上帝的国就不是民主的 与我们利上面不同 利上面民主一人一票 我们喜欢觉得这样合法 这样不合法 今天合法 明天不合法 都可以 上帝对不起 上帝就是 我们记得 要得做上帝 他就是上帝的了 上帝的意思是absolute 没得争吵的 你只可以顺着absolute而行 然后你在absolute里面 也会找到你自己 可以走的路 举个例子 正常来说 我们大家都不懂飞 对不对 但是小雀为什么会飞 飞机为什么会飞 不是他们违反了自然律 不是啊 自然律是absolute来的 OK 他们不是违反了自然律 走出上帝的路来 这就是我们需要所学的 因为那个政权是带人往上帝 那那个国家就好了 是不是 但是当那个政权 任何政权都好 任何系统都好 你独裁也好 共产也好 民主也好 那个政权是带人离开 上帝的政权就不好了 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本身制度不是问题 本身是人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 我们比较关心教育 如果你看看安省的教育 听那个网站 你会看到他非常之highlight 父母或者监护人对教育 那个参与 如果你回去留心 OK 你下载他的课程 curriculum下来的时候 你试试用search 去找parent的字 你会找到无数那么多的parent 在他的curriculum里面 但是为什么你发觉 为什么practice出来 他们不听呢 就是人的问题 写就写得很大 但是他们不做 是不是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关心政治的人 我们要了解 首先政治本身 他写出来的是什么 然后他有没有实践 是不是 所以今天 我们不是在说什么政党 最大的问题是人 是由什么人去执行法律 因为执行人比条例更重要 因为执行人可以蒙蔽大众 可以写一些东西 蒙蔽了你 你又不去看 你又没有时间看 每个人都说 那些课程序这么厚 哪个有时间看 但是你稍微做少少 research 你就可以找到过宗的效果 你找到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其实不是制度的问题 什么制度都可以好 也同样 什么制度都可以不好 最主要是统治者 最主要是统治者 所以基督徒是否可以不闻不闻 如果是这样 这么复杂 不要搞了 那这个就是河尿政策 是吧 你会发觉到 正如我第一堂说过 做基督徒是辛苦很多的 因为你开始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你不负责任就容易很多 我说什么都可以 回到家里 这里一件 那里一件 不负责任 又不用洗 总之有些人说 家里没有人洗 不要紧 穿衣服再自己站在那里 才算 是不是 不负责任 人家就是 当你要去学习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请你记住一件事 就是这样 就是很不容易 那圣徒和政治的关系 大家刚才说过 我们看到药室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我们看到药室是一个很政治人物 很重要的以施贴离器 这些全部都是政治人物 你会发觉到他们 在不同的时代 他们就会站在不同的政治的崗位上面 去扮演一个敬畏上帝的角色 是吧 他们什么说的 他们就是 不是向左 不是轻右 他是向上的 是吧 他的心就是向上 恩着向上 所以他有时 有些人站在左边 有些人就站在右边 原因就是 希望能够将人带到上帝那里 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 在政治里面扮演的角色 而历史也有告诉我 其实我们都留意到 如果那个国家的population 信耶稣的人多 又或者 在那个政府里面 信耶稣或者敬畏上帝的人多 不是church goers 我这段时间 我都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候选人 他说我都是回什么教会 什么教会 问多一点 就答不上来 OK 问多一点 灵修怎样 敬畏上帝那些 就答不上来 OK 那些叫做church goers 是吧 去教会 去礼拜堂 上礼拜堂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是呀 懂得唱是吧 羊皮披在浪身上 看来好像是羊 对吧 梅家挂在大门上 下个礼拜再穿上 你还说懂唱吗 没有听过 啊 来做礼拜像一样 回到家里便作浪 羊皮披在浪身上 看来好像是一样 是这样的 是应该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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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些人会告诉你 我是几个徒 那我们看看他什么质量 是不是 他可能 其实回到礼拜堂的目的 就是想拉票 所以通常那些是去大礼拜堂的 是吧 又方便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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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潜水又可以 回到礼拜堂 我的意思不是说 回到礼拜堂的一定是这样 哈哈哈哈 不要听错 不要听错 我的意思是说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 历史告诉我们 有些国家 有些国度 当敬畏上帝的人多 教会其实也会复兴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保罗教提摩太多 说 叫为在上的祈祷 让我们平安无事 来到道日 我再说一次 当你的上层结构 起得好 下面就不用搞那么多福利 是吧 下面不用到处去救火 是吧 上面说 我们海洛英合法 哇 你下面那班就真是惨了 是吧 一样的 是吧 所以 我们就要留心 这个都是一个政治的实际 当前急務是什么呢 当前急務是培养有分量 和有质素 有使命感的门徒 清楚了 不是培养政客 是培养有质素的门徒 什么是有质素的门徒 一个人坐在这里天天看球 很懂得调例 这个人的球技会不会进步 当然不会 大家都有点常识 你天天看球 很熟球例 不会令你的球技进步 唯有只有一个方法 就下场 是吧 换套不是看戏的 我举个例子 牧师在这里 牧师会认识飞天的 牧师会认识飞地的 是不是厉害 第一天很厉害 一年之后 哇 每天都飞天飞地 不是吧 你明白我说什么 除非你一起跟他 一起学飞天 一起学飞地 如果大家有这种恩赐的话 OK 明白 那你就发觉 哇 原来飞天这么精彩 这些叫门徒 耶稣做什么事要下凡 就是告诉你 人可以做到的事 是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步 是吧 当大家都是有质素的门徒的时候 大家容易找到自己的崗位 包括了可能有机会参政 或者从政 或者支持 社会的事务 是吧 我忘记和大家有没有说过 大家看过电影 是吧 电影完了之后 一到DN起床走人 是吧 大家有没有数过后面的工作人员 没有的 如果有数过 你知道 一部比较成功一点的电影 或者不成功的电影 幕后的人 不少得过一百人 这一百人 几百人 是你在银幕上 是没有机会看得见的 但是可不可以没有他们 是不可以的 那你就会发现到 在教会也好 在社会也好 台前幕后的人 都同样重要 是吧 因为没有幕后的人 台前 你靠那几个主角走来走去 做不到那部电影出来的 做不成那部电影 是吧 所以我说 今天教会当前的急忙是什么 参与正义 我说是一个全面性的 我们基督徒跟从上帝 是全方位的 是吧 我们有了有质素的门徒 我们就可以彼此扶持 无论在社区也好 政治也好 在教会事工也好 报道也好 门分也好 全方位 都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 有方向的明灯 让社会人看到我们的质素 是吧 不只是在教会四幅墙里面 而是真的 我们进来组织好之后 我们就出到社区里面 为社区提供好的服务 如果政府违背上帝的心意 怎样 那就有几样东西了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现在保罗也教了 要顺服 是吧 保罗不是随便说的 保罗又被人打过 又被人下过牢 是吧 到最后大家都知道 保罗是死在罗马政权下 但是他说什么 顺服 请大家再要一次 再听清楚 顺服的意思 顺服的意思 不是佩服 顺服不是因为他適合我心水 所以我顺服 如果他適合你心水 就不需要顺服 顺服的意思 不是因为那个政权 那个男人 那个女人 是因为上帝 上帝跟你说 喂 给我面子 可以吗 听听他说 就算他两横折曲 耶稣说一个很奇怪的比喻 法里塞人 大家都知道 在耶稣的口里是假冒为善的 OK 耶稣说什么 他说主耶稣说 就算他是假冒为善的人 如果他坐在摩西的位上 宣告着律法 请大家听清楚 你也要听他 这样也可以 是的 耶稣说你给我面子 那是上帝的律法 那个人胡说 但是他在说的是上帝的律法 OK 这是上帝摆下来的结罪 那结罪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顺服 对不对 所以要顺服 在一般情况之下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是要顺服执政掌权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我们又见过 在《仕途行传》五章 大家都记得了 彼得曾经说过 被人捉了之后 被人叫他不准 权耶稣 那又怎样 彼得说他很用的说话 信从神 不信从人 是应当的 你有没有那么用 跟老板说 当一个政权 当一帮执政者 他们所做的事 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第一个选择是顺服 但是去到某一个地步 某一些位置 他直接跟上帝对抗 圣经里面就给了这个例子 我们 也有个教导 信从神 不信从人 对不对 先 这句话很勇气 请大家记住 你说这句话有后果 索立场的事情也好 武立场的事情也好 都一定有后果 对不对 我们要记住 什么事情也有后果 你今天避了他 你也是有后果 你不避 你迎面地跟他坑过 也是有后果 问题的后果是什么 你愿否承担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说到什么 就说 信从上帝 不信从人 是应当的 这句话真是很勇气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读到圣经里面 还有 有些叫做 阳奉阴违的做法 譬如什么 出埃及记的修三婆 出埃及记的修三婆做什么 八老王就扳了一条令 所有犹太人生出来 就在喊巴冷 丢下落河 修三婆做什么 坐你也傻 对不对 照接生 接生完之后 就给了一个借口 说不是 那些犹太人 我都没来到 都生了 我都没机会插手 OK in a way 某程度上 我们再看下一个 拉合 很多人讨论 拉合说大话 对不对 我们这些 我也不知道怎么评论 这一类的人 评论拉合的人 拉合说大话 拉合说大话 你说大话 似乎有些人的讲解 就告诉我们 拉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Lie for dead 他要站在上帝那边 他有没有选择 你做拉合 你说什么 你自己那些执政掌权的走来走 喂 有两个探子进来 听到进了你家 你就收起了他在天花板 好了 我现在两个警察来找他 那你说什么 啊 我们这么厉害 就说大话 是吧 那你怎么回答那两个警察 你告诉我 我照说真的 真的 上帝会有事 者击杀 好 行不行 有没有可能 可能又不可能 是吧 到时才知道 是吧 那我们 真的有这样的说 哇 拉合说憑血气 其实上帝有办法 或者蒙蔽了那件事 上去 明明看了也看不到 那这叫说话 是吧 圣经里面严格来说 没有评判 有没有留意 没有comment 为什么 留给我们自己决定 然而拉合这个行动 去保住探知 很明显成为 一个得救的套机 是不是 一人这样说 哇 那就是说白色大话 我们常常都 很容易批判人 你明白吗 你自己说了什么 不要理 批判人 你说白色大话 我在这个地方 不下标准 但总之你记住一件事 拉合做了一件 敬畏上帝 这是一个事实 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就是不顺服掌权 是不是 请记住 有 consequence 他说这个谎 不代表那两个 走来找两个探子的那些军人 会走人的 我不信你 我找 行不行 行 你永远知道 你永远知道 明白 那个问题就是 拉合似乎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 记住就是他尽了他自己 可以做的能力 去保护两个探子 是不是 他除了说谎 他还可以做些什么 那里来说 他做不了事情 是不是 都找到他家里了 是不是 所以 原来面对着 违背上帝心意的 处境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出这个 阳奉阴违 有阳奉阴违的 这是一个做法 这是怨性的 怨性的 怨性的违法 怨性的 这个叫做 硨性的违法是什么 就是公开抵抗 以利亚先知那里很出名 就是俄巴底收藏了先知在洞的里面 是不是 但以你又公开违抗的命令 不去祈祷 结果又怎样 被人扔到狮子坑 但以你三个朋友公开违抗和命 结果又怎样 被人扔到火遥 是不是 仕途不理政府的禁令 公开全国主耶稣 被人打身 你永远不知道后果是怎样 不过请大家记住 一定有后果 你愿不愿意 这个不是你能不能够的问题 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 从不来说是违法的 现在 譬如说远一点 香港政改 占中 占中 占中犯法 是不是 不过 我想 香港的民主党 他们比较 我有更加多的政治智慧 所以他没有提出一个论点 我经常都在想这个论点 论点就是什么 昔日如果孙中山先生守法 今天就是清朝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孙中山先生守法 不革命 守法 革命是犯法的 流血革命 这个是 是不是 犯不犯法 当然是犯法 如果不是清朝 怎会去英国都去捉他 是不是 大家知道 孙中山先生曾经在伦敦被人捉过 被清朝捉过 禁固了一段时间 能不能救出来 是不是 如果守法 如果就是清朝 是不是说完了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 所谓 阔胡 守法的方法 来向政府表达意见 是和不是 是不是 但问题就是 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 违背上帝的时候 上帝的圣民才会出这一招 正常的圣民之下 保罗说了一招很清楚 退一步 揚奉音为 再退 公开反对 然后出暴力革命 正经里面有暴力革命 虽然我们看到保罗在暴君尼陆王的统治之下 仍然劝信徒要 信服掌权者 在教会里面 我们读过耶罗邦的半片 是上帝叫他伴的 是上帝透过先知 跟他说 这十块布给你 你拿十块钱去走 分明是上帝叫他作反的 是不是 分明是上帝用先知叫他作反的 虽然他作反之后 他不跟从上帝 是另一个题目 是上帝叫他作反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作反的 法律王不让他走 那你应该顺服 他为什么要走 是不是 大家开始有些冲击 历代之记载到耶赫耶大 轻兵作反 杀了当时的亚他利亚皇后 被约亚斯登王 作反 圣经里面你继续读 有不少作反 是上帝叫他作反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一直说 当我们作为一个跟从上帝的门徒的时候 我们求上帝给我们眼光阔一点 原来上帝做事 不跟我们这样死亡一遍 上帝做事的弹性很阔 最重要是我们是敬畏上帝 我们无论是站在执政党那边 或者反对党那边 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要令人归向上帝 那我们的立场就很清楚了 OK 我们来到罗马政府也好 我们在希腊政府也好 我们在马代波斯政府也好 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执政也好 我们反对党执政也好 我们加进去之后 我们的目的都是第一个 就是希望党里面的人和政府能够归向上帝 这就很清楚了 这就很清楚了 是吧 这就很清楚了 那当然practice起来 什么时候要顺服 什么时候要让奉因为 什么时候要公开抵抗 加拿大不用革命了 你推翻政府就可以了 我们都不求推翻他 香港可能要 是吧 因为香港是当村正的 是吧 我意思不是叫革命 香港怎么革命 香港凭什么革命 是吧 问题就是 他现在这个犯法 所以 你会发觉到香港教会界 很多争议 在这件事上 那究竟占宗 还是反占宗 有些是赞成占宗的牧师 有些是反对占宗的牧师 哪个牧师对呢 哪个牧师对呢 你说 两个都是牧师 两堆不同的神学家 一都是赞成占宗的 一都是反对占宗的 两堆上学家 两堆牧师 哇 两堆互产 我的立场就是 占宗也可以 不占宗也可以 互产就不行 占宗可以荣耀上帝 反占宗也可以荣耀上帝 互产就一定不荣耀上帝 说完 是不是 因为大家不尊重对方的政治立场 明白 因为对方他有一个政治立场 他的政治立场 会带来他自己当时的后果 尊重他的选择 上帝也尊重夏娃 上帝不是在夏娃走去摘 那个分别算我树的那个时候 忽然在天上出现 手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上帝不去 一直一踏下去 好像我们的子女 一直一踏下去 那就没事了 明天太平了 你踏一次不踏十次 是吧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成熟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成熟去接纳大家不同的立场和意见 而到最后 其实大家都是想荣耀上帝 是吧 在现在这个互产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应该学习互养互良 原来你这个立场 OK 祝福你 你不要看他的仇人 不是 我们大家都是敬畏上帝的 OK 我们是only one God 我们的上帝就是 上帝会不会不同 就是刚才告诉你 行路一样 是不是 平左和平右 如果你不平左和平右 你的人能平衡 上帝是阔的 是我们责 所以在政治的实践上面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很丰富的 而到最后 亦都是这样来断练出我们的生命究竟有几成 我们能不能够有那个容忍之力 哇 行路真的很不容易 没有说过给你听是很容易 是不是 成熟是很难的 幼稚就是义 那你想做义还是做难呢 你自己说 你喜欢别人说你幼稚 当然不喜欢 是不是 又不喜欢别人说你幼稚 但是自己又搞幼稚 也不必 是不是 那就要学成熟 要学的 成熟是要学的 是不是 有些时候有些人说 那个人很有恩赐广度 是否代表他不用学广度 不是 就是什么等于 上帝给我们出生 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能 眼耳口鼻手脚 OK 你去锻炼他 你的眼耳口鼻手脚 就可以眼又灵耳又明 是不是 然后手脚又操壮 人又跳得高 你不动一块饭地坐在那裡 你也有眼耳口鼻手脚 是不是 那些都是恩赐 是不是 但是你那些恩赐就是废了 是不是 上帝都给了你 你不用 废了 你不念 废了 就是这样 所以耶稣说我给你封盛的生命 你不用 废了 废的生命 无用的生命 无聊的生命 不结果子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 上帝你这么乌寒 上帝给了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 多到 有多少只牙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有多少只牙 不知道吗 就是了 上帝给我们 那些恩典都要数 越年多大就要数 是不是 是我们不数而已 政教分离 憲法 美加 所有民主国家 都没有政教分离 这条这样的憲法 没有的 加拿大也好 美国也好 所有民主国家 都在说什么 在说 religious freedom 在说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 就是说 你可以自由进入一个宗教 你可以自由离开一个宗教 没有国家性的宗教 没有一个宗教 可以压制另一个宗教 政府不能压制宗教 除非它是邪教 除非它犯法 是不是 政府是不能够压制宗教 教会或者宗教团体 不能牵制政府 政府不能牵制宗教团体里面的 教义信仰敬拜 不行 这个叫做政教分离的精神 但是没有宪法界 没有的 没有写在宪法里面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其他的category 好像刚才大家所说 教会是绝对可以take side的 如果我们甘心愿意放弃了 我们那个chartible organization 这个位置 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私人组织 好像工会一样 工会要撒谁就撒谁 要捧谁就捧谁 他们是绝对可以有立场的 我们现在不同 因为工会不是前面组织 我们是 和宪法没关系 OK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很卑鄙 我们教会不想牵制政府这个机器 教会这个机器不想牵制政府这个机器 因为我们在开极社会 我们一起通通这个政府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OK 在现在这个阶段 在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最主要就是 正如我上一堂说过 为什么欧洲的圣徒要逃离到北美 就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和教会 两个机器 两个机器 紧购得太严重 互相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磨擦 而我们今天所谓的正教分离 其实是一种精神来的 不是一个宪法 有一个精神就是说 我们不想这个机器 因为我好像上次讲 有些人说 反对教会要坚持入去政治 原因是因为 只有教会可以为上帝作见证 任何以外的组织都不可以 那么教会就要专心做这件事 请大家记住 我们是不可能 disconnect with其他所有外围的 然后教会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作见证 但是不行 是不是 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 我们这群人 除非我们一起 观赏深山做大野人 但是一个不注意 政府说要来开闲地北地 那怎样 好像香港那样 香港的东北发展 是不是 他们本来不是好地地 在那里冒牢牢牢牢牢 自己种菜自己吃 是不是 哦 我们的高官 北上的高官 要来建哥尔夫扣墙 全部剷掉你的 那你怎样 我们再移居 香港只可以移居下海 还有哪里去走 不能走 你移居下海 对不起填海 我都填了 是不是 你不能走 那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的处境 你不能走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生存 你根本就不能跟这个世界 绝缘的 没可能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都是被逼一定要参与 这个是萧杰的说法 萧杰的说法就是我们是 世上的炎和光 请大家记住我上次说过 炎和光是很aggressive 耶稣也说过 光是不会收在桌底床下底再盖住的 不会的 是放在灯台上照亮房子 所以教会是社会的登台 要照亮黑暗的社会 其实是很aggressive 很进取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 很进取的 是吗 是不是 盐也一样 盐你扔了下去会融的 它融成了 然后整个汤有味 它不是只是 你喝汤的时候 有一粒盐在里面 是不溶的 然后你摇一根汤 然后就摇一根汤 然后就吃了 然后就像这样的样子 那这样的味道 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的比喻不是这样的 是萣溶入社会 溶进去 溶进去发挥这个功用 所以当我们来看 我们加拿大的宪法是怎么写的 在Section 1和2 根据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指出那些自由法是确认的 and are subjected only to such reasonable limits that prescribed by law as can be demonstrable, justified in a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y. Among these freedoms, there is the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你看完,明不出奇。 你给律师看,不是你给我看的。 总之就是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conscience. 就是良心与宗教的自由. 但是在Pietro都那个时候 出了一个叫做Infamous, 出名的notwithstanding, 就是除此以外的一个clause. Much of the Canadian Charter is not worth the paper. 就是有人这样留言. is not worth the paper that it is printed on. 就是加拿大那个的宪法 是根本连印出来都不值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clause 13说 are notwithstanding session. it allows the federal 就是可以怎样做. 就是说其实你宪法虽然这样写了, 一觉不觉意 联邦政府或者省政府觉得 我不想这样. 他就可以用这个notwithstanding的clause 去write off了我们的权利.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charter of right 是no right 对这个commentator来说, 我们的宪法就是这样合红的 因为这个所谓宪法根本就是垃圾 因为随时可以改的 只要你觉得想改, 联邦政府想改就可以改的 虽然你说有宗教自由 那我说有宗教自由, 你走来想找我, 我因为宗教理由, 原因我不想帮你引起这些东西, 他可以告你的, 对不对? 你说我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不可以作为你deband的理由, 对不起, 原来真的不行, OK? 你的自由在我的自由下面, 你的自由是没有自由的, 我的自由是可以override你的自由的, 那宪法就能够受到, 对不对? 所以问题竟然我刚才说了, 变成我们就留意到这个情况就不是制度的问题, 是这样执行制度的人, 怎样执行制度, 制度很多时候原是好的, 写出来都是伟大的, 完美的, 不过执行的人不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要大眼损人, 是这样执行制度的人, 对不对? 你看看, 阿鹏看到真的很难, 我再说一次, 没有人说我这些是容易的, 你要找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找一帮负责任的人去统领我们这个国家, 绝不容易,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人来帮我们看一下, 有些东西, 所以其实最好, 我们来到几十人坐在那里, 一人读一条, 一人读一个候选人, 大家去, 之类, 做些research, 然后做些recommendation, 大家去研究一下, 所以有些教会甚至更厉害, 这一区有几个市议员, 区议员, 这个规矩就是这样, 教会可不可以开论坛请这些候选人来, 可以, 不过要请了这么多个, 同级的人, 然后最低限度要两个或以上的候选人出来, 这样这件事就没有抵触到, 那个charitable的法律, OK? 如果请都不到, 大家自己心里有助, 是吗? 可以这样, 如果我们教会觉得, 特性节目觉得,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可以自己教会开论坛, 开个坛, 可以吗? 是吗? 你就请了所有候选人来, 是吗? 如果我们想认识你, 就开个坛出来, 我们三个中央政府, 你来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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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事, 是吗? 那又可以联合了这么多个教会, 请了这么多候选人来, 又可以, 这个是法律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可以的, 是吗? 那你说很难决定, 大家如果真的有心, 就请他们来, 是吗? 有心人都愿意来, 除非他遭遇时间, 又或者他根本就不敢被人质心, 是吗? 所以, 基督徒和金文责任与权利, 我要说的, 就没有说完, 所以你留下小时间, 已经说了三堂了, 你消化到也好, 你消化不了也好, 我最近开始, 这个是抛转引玉的, 因为其实, 如果你真的上网去搜寻有关的资料, 我认为你一年半载看不完, OK? 但是, 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有心去研究, 绝对能够丰富你对跟从耶稣的眼光, 确实是可以的, 不过, 无论如何, 我都要停在这里了,